大家好 我是Greta 今天和大家去拆解一下如何在三天頭多立可以闊腳慢慢升起 又稱為Stradle Press 這款進入方法我不會建議給三天頭多立的初學者 所以如果你想嘗試這款進入方法 你應該蠻熟悉如何去做三天頭多立 所以手的擺會怎樣說 怎樣放呢 我就不會說 今天會怎樣做呢 就是我們會首先做Warm-up 接著會拆解一下究竟整件事應該怎樣做 留意一下以下的Warm-up都是我自己會做的 如果你需要多加或減的話絕對沒問題 好 我們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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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我們現在 要研究究如何 stradle press 開始的形象肯定是一個闊腳的前彎 留意的是你做这个阔脚的前腕 你的头壳顶一定要放得到地上 所以变成两只脚的距离要是多少呢 你就自己要去调校 但记住的是当你做这个形状 你应该要感受到脚后肌肉有伸展的感觉 而不是里面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是感受到里面的话 很有可能你的脚已经拉到太阔 但是拉到太阔 我们当然头顶可以放在地上 但我的上半身的脚就会卷起 我们是不想的 所以留意的是 你要想刚刚可以 头壳顶放在地上 保持那条脚是直的 而不是强了一块 为什么呢 另一个原因就是 除了直的脚之外 因为我们想我们的盆骨 要放在我们肩膀的上高 或者是越近在上高 越好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怎样都设置不到 有可能你要用多一点时间去鬆回你腰 脚后腰 肌肉也有可能是你的脚太长 就是你的比例是符合不到做这个shadow press的条件 好了 头壳顶放在地上了 手就会放在你一向设置 就是这个shadow press的位置 留意的是 当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保持那条颈是长的 肩膀不要冲到耳朵 拉回向后的 抹开背 然后 我就会 踩高我的脚跟 当我踩高我的脚跟的时候 我的脚跟就会推开地下 就是把脚送上去 再在我们肩膀 directly above the肩膀 就是刚刚在肩膀的正常高 因为当我脚板踩在地下 通常脚都在比较厚一点 好了 升起了 保持背部抹开 收肚的 控肌开始收紧 一路踩高去到某个位置 当脚真的在肩膀上高 对脚就会轻 就会开始飘 要等这一部分 当你飘起了之后 开始收紧我的四头肌一点 脚也让它有些角色去做 让它画个大圆圈 在这个情况下 继续背部抹开肩膀 不要粘在耳朵 好 当你的脚都粘在后 你就完成了 接着 怎样来就怎样走 打开双脚 画个圆圈 脚一直伸长伸长伸长 all this time 手臂推开地下 抹开背部 慢慢慢慢 脚就会落地 有几点要留意的 因为这个我们是这样 压上去升起的情况 所以我们不容许任何弹跳 你的工作要做 就是要找起脚 如何可以在肩膀上高 通常在这个位置 肩膀会用多一点力 留意肩膀 不要蹤向前 不要在耳朵 脚不要有折痕 要是伸长的 这样你的底部就稳定了 亦都可以从眼角 你会看到你的手臂有没有飞开 我们都不想飞开 待会继续夹起来 夹起来 你会觉得会稳定一点 一路上 上的时候或者上之前 四头肌位 轻轻收紧 所以当你做warm up的时候 都尝试去感觉 我怎样可以收紧我的四头肌 令到当你升起的时候 对脚没有那么重 再加上是脚趾 我当中喜欢 就给一些东西给脚趾做 因为脚趾在这里睡觉 因为脚趾离开身体很远 脚趾开始睡觉 其实去到某个位置 对脚都会开始重 所以你自己研究一下 究竟是屈起脚趾好一点 半屈 还是point了脚趾 最容易感觉到 它有些东西做 都会消到它容易发力 今天就是我小分享 记住你练习的时候 不要忘记呼吸 还有不要急 希望可以帮到你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